安樂死就是很多人 雖然美其名說安樂是安樂死 其實他是有歪醫療倫理的 協助他人自殺和謀殺的方法 其實我們對於這些患長末期病人的做法 是他們所恐懼、所需要的 不僅是醫療服務 其實他更加需要愛 是他的親友和醫護人員 對他的關懷、對他的愛生 他們所恐懼的是孤獨、不被愛 以及被人離棄的感覺 提倡在癌症病人、末期病人 施行善中服務的桑德士醫生 他曾經說過 如果人因為病痛而要求結束自己生命 醫護人員應該作出檢討 應該不可以為病人提供一個好的服務 而感到慚愧 因為很多病人要求安樂死這個想法 在有良好的醫療服務之下 其實他可以消除了這個連堂 安樂死合法法就是離棄他們 正因為這樣 天主教會提倡另一套理念 去照顧這一群承受著痛苦的病人 以愛心去令他們活得有價值 亦給他們重拾對生命的希望 對很多末期病人 或好像賓仔一樣的癱瘓病人來說 生活上的大小需要 好像歐痕、進食、排泄等 都要依賴其他人 有時更要面對其他人的忽視 或者冷言冷語 使得他們覺得生存沒有了意義 更沒有尊嚴可言 對長期病患者來說 安樂死合法法反而是向他們施暴 他們由於需要長期護理 會當政府削枝 減散醫療系統資源的時候 社會中發放的訊息 聽起長期病患者的耳裡 不只是叫他們早日了斷 無謂負累其他人嗎? 就以賓仔為例 除了寫公開信要求安樂死合法法之外 他亦曾經嘗試用盡各種方法 好像絕食或者嘗試感染肺炎等 希望自行了結生命 在爭取尋求安樂死期間 一位醫生向賓仔提出一項手術 在他體內植入微型起薄器 利用電力刺激神經線 令橫隔膜收縮 從此令他不再依賴笨重的機器呼吸 賓仔以後的生命就此改寫 在爭取尋求安樂死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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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來到爭取尋 我 canceled 世紀碰仔在這幾週間的改變 對很多自以為絕望的病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啟視 只要一天還在生存中 未來就有希望 彬仔後來就是藉著寫作 找到他的人生方向 有些統計就看到 其實有些接受過安樂死的人 當然事後有很多原因 他最後那秒鐘是改變了主義 其實他們回想起來 他們覺得很幸運當時改變了主義 原因就是當時所受的痛苦 生理上的痛苦 其實可以食指痛藥就可以解決得到 譬如心理上的經濟負擔 其實這個社會有很多人 很有愛心可以幫到他們 試問如果當年安樂死是合法 而也是彬仔的決定的話 彬仔燦爛人生的故事 就沒有辦法延續 這些尋求安樂死 或者希望別人幫他自殺的人 他們一定要首先自己 就要夠堅強去面對疾病 或者長期病患 當然他身邊的人對他的幫助很大 例如他的家人 他身邊的朋友 他所屬的教會 工作的地方 只要他能夠得到這些人的支持 和鼓勵 其實這些人很容易 可以克服到沉死的念頭 大家都知道現在醫學這麼聰明 其實他可能今天我們說 這件事是一個絕症 其實可能明天已經有藥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我希望這些長期病患者的人 就要勇敢去面對 希望他們能夠對明天有個寄望 其實他身邊的人 是很多人準備去幫他 對末期病人來說 醫護人員和家屬應該做的 是在他們餘下的日子 儘量減輕他們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 而不是向他們提出安樂死作為解決辦法 病人家屬應該向政府爭取的是 投放更多資源在善中服務 和長期病患的護理 而不是安樂死合法化 C384草案既然千瘡百孔 我們怎麼能夠坐視不理 任由他被通過呢 其實這次的草案是未曾成為法例 所以現時不論是天主教徒 或者其他愛生命宗教的人士 或者沒有宗教 但是仍然覺得這個生命是可貴的人士 可以去你的選區 告訴你的國會議員 你根本就不想這個草案會成立 變成一個法例 同時另外一方面 更讓他們知道 其實很多人根本都是反對這個法例的 至少在過程之中 你會給國會議員 是有一個理由在國會裡面 開會的時候 或者辯論的時候 是可以反對他 同時是投不信任票 或者可以這樣說 是投一個反對票 而這個反對票是很重要的 但是通常國會議員 是靠他們的選區的選民 告訴他們應該投什麼票 所以你告訴他們 投反對票吧 反對這個C384的活動 現在一直在多倫多好 或者在加拿大其他城市 其實都進行著 例如天主教整體總堂區在做 而我們四個華人堂區裡面 也有一個聯合的聯盟 而這個聯盟不單是跟天主教的組織 也都跟回教、基督教 或者是其他的教 是一齊有八個團體 一起反對這件事 而另一方面來說 在加西 他們也都有一百個醫生 和律師 聯名去反對這次這個重案 所以這些活動 其實不是說沒有 是有很多進行 所以各位可以參與到 這個更好 生命從來都是寶貴的 絕不應該輕易放棄 前教宗約望保祿二世 雖然在晚年一直被柏金順症折磨 但是當他走到生命的盡頭 他仍然堅持勇敢面對病魔和死亡 他毫無保留地把自己臨終前 最軟弱無助的一面呈現在世人眼前 正正讓世人看到 什麼是人性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